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万佛林们的节目又到了 在这个节目里头 我想请我们的师父 跟我们解答一下 就是我们观众的一些问题 那师父您好 今天呢 我想跟你谈谈 就是有一些观众 他们来信或者打电话给我们 就问这个佛跟这个神 他们的有什么区别呢 佛是印度文 在中国来说 这是个半凡语 半凡语 全的来讲呢 就叫佛托也 佛托也翻译过来 就是一个佛 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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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个角悟的人 角悟的人呢 角悟什么呢 就角悟 不为一切的颠倒所谜 他是一个有大智慧 真正有智慧的人 那么这个佛呀 是由人修行而成的 所以呀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皆看作佛 至于神呢 神也是人成的 神并不是啊 神并不是啊 从天上生出一个神 从地下回来生出一个神 从虚空里生出一个神 神 人的这个阳气就具足了 就是神 这个神 神所谓 神 神 这个精气神 在道教里头 所修的 就是精气神 在佛教里头呢 他不叫精气神 就叫佛法身 神足了 就是佛 弃足呢 就是法 你这个精足啊 就是神 所以出家人呢 不结婚 也就是要养精虚锐 这个 为什么要养精虚锐 就因为要恢复本有的智慧 本有的这种聪明 也就叫般若 这个智慧呀 是我们人人所具有的 佛也就是啊 他的智慧圆满了 所以成为佛 那么人为什么不能成佛呢 就因为智慧不够 还有愚痴 有愚痴呢 就是人 那么人要是这个阳光足了 没有阴气了 这就是个神 可是和佛呢 还不能比 佛是个智慧圆庸了 智慧圆满了 这个神呢 他的智慧 可是也有不可思议的警戒 但是还没有圆满 那个 所以佛叫自脚 脚踏 自立立踏 脚横圆满 这就成为佛 感神呢 那智慧还在路上走着呢 神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警戒 那么要比较佛来讲 那是差得还很远很远的 所以我们人呢 你认识这个佛和神呢 这是不同的 原来是这样 其实那个佛跟那个神 几乎都是一样的 不过呢 就是佛的警戒跟智慧各方面 以神来说 他是已经是修行到一个圆满的 他是无欠无余的了 原来是这样 那呢 各位观众 在明天晚上的节目里头 我们将继续请师父 为我们解答一下观众的来信的问题 谢谢各位